哈囉 大家好 陳寗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今天的話因為待會要出門 所以既然目前來說有點趕啦 待會的話我會在外面再慢慢把我們就是那個喔 每次任務給他解完喔 那今天要路的東西是我們最近有注意到的 就是我們那個 如果喔 你是剛玩這款遊戲的新手 或是其實你沒有那麼多的錢可以玩 就是每一隻角色的話 這邊好不好 很棒的地方就是這個啦 全角色免費 目前來說我們的即時對戰喔 你可以就是到我們這邊來打一下 就是我們全角色免費的一個體驗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對戰雷台 他是那個不會吃你本身角色的一些數值 他每一隻角色的數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喔 然後你可以用一些那個 組件配置來讓你的角色變得更厲害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來打這個那個雷台挑戰的話 裡面應該會蠻多一些 很恐怖的角色出現喔 因為這邊的話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 全掃射泄免 超級無敵帥氣 每一隻角色都可以玩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排位賽 會有多麼的恐怖喔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都是用那個 都是用我們的雙層的那個核心啦 所以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雙層核心去跟別人對戰這樣感覺 那如果這邊 喔 有G欸 哇 有G可以用欸 那我會想要用一下G欸 我的天 完了 但是我不知道這邊可不可以 不然我們把那個燃燒傑諾斯換成G好了 哈哈哈哈 好 我們把燃燒傑諾斯換成G 居然可以玩他 太帥了吧 他每一隻角色都免費欸 所以連我們那個沒有玩過的角色也都可以喔 來來來來 我們把那個換起來 這隻這隻 然後 惡狼嘛 對不對 然後豪傑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應該是可以了 來來來來 看一下看一下 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G神 我還滿想要看一下G神的威力到底是如何的喔 你看這邊的話對面選的就是那個 超猛隊型啦 因為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會這樣配的喔 哇哇哇 感覺大家 現在目前打起來應該都還滿恐怖的 因為接下來的話大家 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能夠全角色免費 應該會滿力 他直接先鎖我 哇哇哇哇哇哇 完了完了 但是我們這套隊伍的話 被鎖能量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能量還是非常非常多的喔 來來來 我們先直接來一波 我餓你的 我留權 我看應該還是我們比較厲害吧 但是他也是雙層血量欸 那大招我們就不鎖了 因為我覺得鎖了沒有什麼用喔 對 我們就先不鎖了 我們就等待會那個 袍傑來開大 或是讓誰來開大好了 G神其實也還算還滿坦的 而且他有一個什麼蓄力效果欸 他蓄力乘以2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 大狂眼招式我們也先不要開 好不好 我們先不開 哇 然後我們現在先用那個 惡狼慢慢的來疊一下傷害喔 完了完了完了 因為大家現在全部角色都是 全部免費的喔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就是 順利的打贏 我覺得目前來說對我們來說可能 有點麻煩 唉 喔喔喔喔喔喔喔 欸欸欸我們 欸我們其實 很痛欸我的天 然後G神 喔喔喔喔喔 G神 G神有點猛 但是我們這邊 欸G神掛了是不是 他是被反傷反死是嗎 哇哇哇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好像有點強欸 對啊 為什麼 我們這邊會被反傷反死 完了完了完了 不要不要不要死 別再死了別再死了 完了我們的King死了 哎呀 怎麼會這樣 欸突然之間我們就全員陣亡欸 好恐怖喔 但是我們這邊 不知道欸我覺得我們要先撐過這一波 如果撐不住的話我們應該就會死掉 而且他下一波是豪傑拳 但是他的豪傑拳是沒有專武的 我們有好不好 我們的比較帥一點點 我們用這個 先來探索一下他們的那個 而且喔對對對 我們探索還是有那個喔 有加加那個就是 超核心的喔 別別別別別 哇唷 金洛斯又回來了 好扯喔 喔喔全部復活起來 欸完蛋 我覺得我們目前來說有點慘喔 有點慘 真的有點慘 有點慘 怎麼辦 現在大家基本上每一隻角色都可以玩 就可以玩得很爽欸 應該還可以算撐 還可以再撐一下吧 鳳王男其實真的算撐還蠻久的這樣子欸 立方坦說 然後我們這邊 稍微那個螺旋稍微砲吧 我們應該是死不了 我們豪傑好像比較厲害一點點 欸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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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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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 要把那個騎士換下來啦 我們今天先不要玩騎士好了 我們先正常打 因為大家感覺都非常非常厲害 我們早一天再來看一下那個喔 騎士有多麼厲害 因為他最近應該都是 所有都是免費的那個時段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 還蠻爽的可以玩一下喔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 是無課玩家 或是你沒有這麼多的錢 可以就是 好好的就是發揮一下的朋友們 現在目前來說是一個 很好的那個 玩樂時間喔 你們都可以直接進來 然後玩一下你們一些 就是你們沒有玩過的角色這樣 像剛剛那樣 他們那個組合還算是 還蠻對的喔 就是 King啊 先佐盾你能量 然後再豪傑拳 跟那個我們那個 二郎的那個我流拳 狼豪流派這樣打起來 感覺就是 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組合配合這樣感覺喔 欸這一次這個即時排位賽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非常非常好玩 而且你可以從裡面看到一些就是 你的那個 每一隻角色的一些 性能啊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就還蠻好玩的喔 但是那個速度跟配速那些的話 你可能就是還是要去配一下我們那些組件啦 唉唷 這對面應該會直接被我們打爛喔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好不好 直接打爛直接打爛 再見再見 這個速度很明顯就不夠啊 所以你平常還是要多多打一些 那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打一下我們這個 然後多抽一些東西這樣子 會比較OK一點點 不然其實 他那個 組件還是吃的蠻兇的啦 來 我們這邊直接好幾個全一發 直接把他給打死 哇居然沒有一發死欸 因為他們有那個吧 有那個 補面或是布區什麼之類的 Oh my god 這模式真的還蠻好玩的啦 其實我以前真的是還蠻喜歡 一直打這個模式的 只是後來真的是 太忙再加上就是那個 就是要練很多活動關卡 所以就比較少打這個 不然其實這個是最公平的一個禁忌喔 但你一段時間沒打之後的話 你就沒有更多的那個組件可以抽啦 所以大家還是 建議大家就是多多就是 如果你喜歡這個模式的話 就多多來花時間來研究一下 來玩一下應該會 還不錯這樣的感覺 有沒有機會 我留拳打起來 這場我們應該是贏了啦齁 剛剛那個應該也不算是新手 他可能就是剛好就是 沒有太多的角色 然後就剛好可以利用這個來玩一下喔 鎖鎖鎖 鎖起來 再見 沒問題 倡藝威大帥哥 還不錯欸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目前研究的一些流派啊 或是什麼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玩的就是那個 狼嚎流派啊 狼嚎流派再加上我們那個大雄炎的那個 雙層的那個血量派 那其實真的就是撐起來撐得還滿夠的 但是如果你要持續戰力的話 感覺應該還是我們的那個 殭屍男的持續回血比較好 因為我們那個大雄炎好像不是 每一次行動都會回血的喔 他好像就是 雙層血量結束之後變單層血量之後的話 我們那個破綻都會出來 所以他應該就是比較需要就是前期就打一波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遇到一些太跟他去撐的角色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喔 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那大家也可以趁這個階段來 因為目前來說是我們那個 全角色免費的階段嘛 大家可以趁這個階段來就是做一波那個 每一個角色的嘗試喔 那你就可以就是好好的那個 去研究一下各種隊伍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之前的玩的是我們那個 封技能流派啊 就是用我們就是那個King來封技能嘛 然後也有那個我們的那個 酸石流流派 然後還有我們一波流流派 但是不知道現在大家在玩的是什麼流派啊 但是我看大家基本上全部都是在用我們大終點雙層血量 所以應該就是雙層血量流派吧喔 唉唷 居然是殭屍男 他這個比較奇怪喔 比較奇特 但是感覺應該就是一個 很硬很硬的一個隊伍喔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殭屍男厲害 還是我們雙層流派血量比較厲害喔 應該我們應該還不錯吧喔 好 他們這邊的話 他沒有 他的那個速度調配是錯誤的 因為要先讓那個二郎打出我流權 讓全部上那個就是 上那個受傷狀態之後 再用那個豪傑拳的那個打下去會比較OK喔 來來來 我流權力打起來 是是是我們這邊應該還是沒有問題喔 然後再開一下King 鎖大招 讓他們大招少一點 我們看這邊 用到那個受傷真的就還蠻爽的喔 然後下一發的話我們留給那個 留給那個 改姊好了 改姊那個螺旋燒毀炮 可能還是比較 比較厲害一點點喔 然後他們都沒氣喔 都沒氣喔 只有補弓可以打喔 補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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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險他打的那隻是那個 可以那個復活的喔 改姊改姊來來來來來 螺旋燒毀炮 燒起來燒起來 喔你看這個 這燒下去很痛欸 所以改姊之後練起來的話 真的應該也會蠻爽的喔 看起來是這樣子沒有錯喔 難怪大家都會推薦 所以我現在改姊已經練到95等了 我們接下來的話就投資更多的那個 資源給他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喔 來來來 再繼續 我留權 其實我留權再配上一些能夠打那個範圍傷害的招式 感覺都不錯 因為都可以把那個就是 受傷派出來 那個內傷基本上是看那個惡狼的攻擊力的喔 所以大家的話 都可以就是去找一些那個 範圍攻擊角色來跟他搭配一下 這一次這個真的是 可以讓大家都玩到一些 比較好玩的一些角色啦 所以 我是覺得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來就是 投資一下資源在我們這個 提時排位賽裡面 因為真的是很好玩喔 然後如果他真的接下來的話 每一次都可以就是讓每一個人都有 每一個角色可以使用的話 那應該就是更好了 就是 你不用擔心自己玩不到這些角色 那我覺得這個開放就是 全角色免費的話 真的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一個那個 還蠻不錯的一個構思啦 就讓大家都可以來體驗一下 因為我相信還是蠻多人 都沒辦法課金或什麼之類的 你就沒辦法體驗到這些角色喔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即時排位賽的 全角色免費系統 我覺得真的是蠻好玩的 而且機能裡面有G4機神喔 所以這幾天的話 我們再找時間來研究我們那G4機神喔 那大家對於G4機神 有一些就是比較好的那個 隊伍配置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知道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再來玩一下他 那今天晚上就請問到這邊了 我是水片子 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